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热呀 这天儿 有那么热吗 还行吧 你是不是没开空调啊 没开 得开空调啊 姐姐 这多么伟大的发明啊 得开空调啊 这风速是这个吧 开空调最浪费电了 开26度就行了 26度 谁跟你说的 我好像都这么说了 不信你上网查一下 26度最省电 对啊 我看看 还真有人说把空调设定到26度 它是最省电的状态 那到底是不是这样呢 其实对于很多家庭而言 夏天使用空调的频率还是非常高的 有的家庭甚至一整天都要开着空调 那么无论从节能减排想要环保的角度 还是从节省开支的角度来想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是怎么使用空调 它最省电 是不是开到26摄氏度 就是最省电的呢 为了解决大家的问题 我们要到专业的检测机构 通过专业的实验给大家答案 中国家用电气研究院是专业从事家用电气研究 标准检测的国家级权威科研机构 对于家用房间空调器的检测 这里有完备的测试手段和检测方法 杨老师 你好 诶 主持人你好 好久不见 杨霜 中国家用电气研究院制冷及空调检测中心高级工程师 主要从事制冷空调产品检测认证工作 杨老师打扰您 这不夏天了吗 家家户户都要开空调 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 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除了说空调为我们带来舒适感的同时 能不能给它更省电一些 而且大家说26摄氏度的时候是最省电的 我们想来找您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是不是这样 其实说去探究说空调设定在多少度更省电 首先我们要了解一下 空调它的一个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 那其实就是给大家要提供一个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温度 对吧 那因为个体的差异不同 那大家对于舒适温度的感受其实是不一样的 那比如说像主持人您打完球之后 可能新陈代谢会比较快 然后像老年人和小孩的话 他在安静状态的时候 他可能这个新陈代谢就会相对要慢一些 所以就是不同的人在不同的状态下 他对于这个舒适的要求是不一样的 那么去考虑这个空调省电的问题呢 首先我们就要了解一下空调它这种的原理 好 那我们这儿呢正好有一台机器 可以给大家做一个介绍 这是室外机 这是室内机 对 主持人我想问您一下 您知道这种形式的空调是叫什么空调吗 这种形式应该叫挂式空调吗 家里面就是挂式跟立式这两种 对基本上正确 但它完整的名称呢 应该叫分体式挂壁空调器 哦 分体式挂壁空调器 那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呢 主要是因为在机体里面 它有一个完整的制冷系统 主要是由四大部件组成的 压缩机 冷凝器 膨胀阀 还有蒸发器 空调器制冷运行的时候呢 那压缩机就把制冷剂蒸汽输送到冷凝器里边 然后这个时候的制冷剂蒸汽呢 它是一个高温高压的状态 嗯 然后通过我们的风扇 空气和制冷剂 实现一个热交换之后 就把这个热量吹到了我们的室外环境中 所以像夏天 如果您路过这个室外机的时候 你会发现这个风是特别热的 啊 那从冷凝器出来之后的制冷剂呢 就通过刚才我说到的通照法 嗯 节流成为这个低压低温的制冷剂蒸汽 进到了我们的蒸发器里边 再通过我们室内机的这个风扇呢 就实现一个空气和这个低温制冷剂的一个热交换 那我们室内的这个空气的温度就被降下来了 嗯 我们怎么去做实验呢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真正能影响到空调耗电量 及制冷效果的因素都有哪些 实际上我们家庭使用过程当中有各种因素都会产生影响 比如房间的面积大小是否开着窗户 有没有拉窗帘 空调运行过程中室内和室外的温度湿度 以及我们设定的风量等 其中有一些是无法改变的 比如房间的面积大小 空调本身结构设计等 但是有一些是跟我们实际使用操作有关的 比如温度的设定 那么到底在什么样的温度设定条件下 我们能获得一个比较低的耗电量呢 是不是像网上说的 室内只要设定为26摄氏度 它就是一个最省电的温度呢 我们的天气室外环境温度每天都在发生变化 即便是夏季高温天气也是如此 所以我们决定先设置一个不断变化的室外环境温度 相对湿度保持在40%左右 把室内环境温度设定为26摄氏度不变 相对湿度为47% 我们来验证一下主持人开头听到的说法是否正确 这个测试我们在中国家用电气研究院的空调寒差实验室进行 这个实验室它分为室内和室外两个房间 分别用于安装空调器室内机和室外机并进行测试 我们通过控制系统的操作就能够设定好室内外机的环境温度 这样在运行一段时间之后通过检测数据 我们就能够判断整个运行的功率变化及空调器的运行效果 今天我们选的呢是一台1.5匹的挂壁式变频空调 那我们今天去做的测试呢 其实是考虑在一个稳定状态的测试 那我们设定的其实是空调器这个进风口的一个温度 而不是说我们通常看到的这个出风的温度 那么主持人可能平常也会去靠近空调的这个出风口 可能会感知到这个温度是非常非常低的对吧 那个不是我们实际控制的温度 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控制温度呢 是通过我们的控制面板来精确控制的 就大家理解的给空调设定的这个26度 不是说它出风口吹出来那个温度 对 是吹出来那个风让整个屋子变成26度 对我们先把这个室内和室外之间的这个连接门给它关上 这边可厚啊 嗯 比再来这屋门还厚啊 好 门关上之后呢我们就来把空调打开 通过遥控器 然后我们把它设定到制冷模式 然后最大风量 然后出风温度 好 设置完毕了 空调就开始运行了 那咱们要等多长时间能看到它这个结果 或者是 在我们这个寒差法呢 一般至少要运行三到四个小时 让我们整个的测试环境能够稳定下来 然后最后得出的这个结果呢 才会比较准确和可靠 嗯 那么我们要想判断室内的温度 我们空调显示是26摄氏度的时候 是不是最省电的状态 那我们首先得改变一些变量去做实验 那比如说我们要去测试这个室外温度 对于省电情况的影响 我们应该怎么去设定呢 那我们呢是将室内积工作的这个环境温度 设置到26度 然后我们去改变我们的室外环境的温度 然后去做几组对比实验 嗯 那么我们空调的这个国家标准上 对于额定制冷量的测试 有一个工况的一个规定 那就是说室外的这个干球温度呢 是35度 然后湿球温度呢是24度 在这个时候呢 它的这个相对湿度大概是在40%左右 嗯 然后我们再去选取35度 36度 37度 38度 这四组温度去做对比 然后相对湿度呢保持不变 好嗯 那咱们怎么去设置它呢 通过这个仪表来调解 然后这个设置到26度 它的相对湿度大概是在47% 左右 嗯 然后室外测呢我们设定到35度 这个时候呢它的相对速度 应该是在40%左右 嗯 好那这就设定好了 对 A是就是受风式的那个环境 对 室内机安装的那个环境 B是就是室外机 对 这是我们室内机的那个出风镜压 它现在已经设置到0了 然后这些参数都设置完之后呢 我们就把这个环境控制的这些设备 给它开起来 我们选用一台1.5匹的家用分体挂壁式空调 来进行实验 将室内的环境温度设定为26摄氏度 室外环境温度设定为35摄氏度 其实这个变化相对是要小一点的 所以到后面几次实验的时候 其实这个稳定的时间会相对的要短一些 可能在一个小时左右就能够达到 我们接下来看一看 在室温26度的情况下 我们室外温度是35摄氏度 咱们对比一下这个相关的数据 看看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对我们已经拿到了实验的一个测试结果 你看看 我们在这个工况条件下 稳定运行后 它的这个平均功率是780.2瓦 制冷量是3358.7瓦 风量是10.63立方每分钟 那么换算过来就是稳定运行24小时 它的这个耗电量大概是在18.7千瓦时 也就是说是18.7度电 它还是挺直观的倒是 那如果说改变它的温度 咱们接下来去设定的您说36摄氏度 对那接下来我们把室外温度调到36度 然后来看看空调器的运行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好 我们根据第一次的实验情况 后边连续做了三次实验 我们将室内的温度保持26摄氏度不变 将室外环境温度调整为36 37 38摄氏度 相对湿度依然保持在40%左右 分别让空调稳定运行一个小时 我们来看看它们各自的功率消耗 会呈现出怎样的变化 那么我们现在也是拿到了第二组数据的 这是这个室外温度是36度的时候一个测试结果 来咱先看看在这一组实验过程当中哪些是不变的 比如说这个风量 风量就没有变化 对风量没有发生变化 但是我们的平均功率变成了797.2 就是它消耗的空调要做的功就更多了 但是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变化可以看到 制冷量 对 制冷量 在这个时候制冷量反而变小了 所以温度升高一度之后 我们空调的它的运行效果其实是变差了的 多做了功 制冷的效果就变差 没有 反而变差 变差了 我们消耗的电量是19.1000瓦时 37度的结构可以看到平均功率814.3 对 制冷量是3282.2瓦 然后风量跟前两次实验是差不多的 是10.67 在室外温度是38摄氏度的时候 这个平均功率是831.9瓦 制冷量降到了3252.7瓦 然后风量跟前面也是基本保持一致 是10.65 有点下降 对 稍微有一点点变化 这是正常的一个波动 那是不是能够得出一个趋势的结论来了 就是随着我们在室内温度设定面26摄氏度的情况下 随着室外温度的增高 我们的耗电量增大 那我们这边也是做了4次实验的一个对比图 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室外环境温度的增加 我们的制冷量成色的这条曲线是越来越低的 但是随着这个温度的升高 我们的功率反而是越来越高的 那就是证明空调消耗的越多而产出的越少 所以它的这个运行效率是越来越低的 虽然看起来这个度数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好像前上差不太多 对 数值上差别不大 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日积月累 这是我们只做了24小时得出来一个结论 如果时间长了日子长了 那这个差别可能就 对 包括有些家庭可能有好几台空调 那如果每一台空调就是都会有一定的这个耗电量增加的话 那确实这个量还是会比较明显的 那好像根据这个第一组的实验 也无法得出结论说26度就是我们性价比最高的这个温度 它最省电应该不是这个情况吗 对 这个的话就是可以让我们看到空调器 在不同的这个环境温度下去运行 它的这个耗电量还有它的这个阵容量都是会有一定的变化的 没有一个绝对的就是说它会在哪个状态下是最省电 通过第一组实验我们发现空调的室内环境温度设定为26摄氏度的时候 并不是最省电的 因为在室内环境温度一定时 在不同室外环境温度条件的影响下 空调运行的功率是不一样的 这样耗电量也不同 当室内环境温度一定时 室外环境温度越高 耗电量就会明显增加 那么我们改变实验方式 看看在室外环境温度一定的情况下 通过设定不同的室内环境温度值 验证在什么样的室内环境温度情况下 空调的运行功率会比较低 会有比较理想的节电效果 这样我们就知道 在室外环境温度一定时 到底怎样设定室内环境温度耗电量才是最低的 根据我们空调的国家标准上 对于额定制冷量在测试的时候 规定的测试工况 为室外的环境温度是35摄氏度 室内是27摄氏度 分别让空调稳定运行一个小时后 我们来看一看 它们各自的功率消耗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那这次呢 我们把室外的温度控制在35摄氏度 那就从27度开始做起 好 让我们来看一看 当把室外温度设定为35摄氏度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家里面这个空调到底要调到多少摄氏度 才是最省电的情况 首先第一次实验27摄氏度 我们依然选用这台1.5匹的 家用分体挂壁式空调来进行实验 将室外环境温度设定为35摄氏度 相对湿度为40% 室内环境温度设定为27摄氏度 相对湿度为47% 测试环境稳定下来之后 空调稳定运行一个小时 此时空调的耗电量会是多少呢 那我们现在也是拿到了 这一次实验的这个测试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在室外温度是35摄氏度 室内温度是27摄氏度 也就是说室内和室外的这个温度差是 80摄氏度左右 然后这个时候的一个运行的测试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 平均功率是780.4瓦 智能量呢是3443.4瓦 然后这个时候的风量呢是 10.61立方每分钟 我们根据第一次的实验情况 后边连续做了三次实验 依然是室外环境温度保持在35摄氏度不变 将室内环境温度调整为2625 24摄氏度分别让空调稳定运行一个小时 我们来看看 他们各自的功率消耗 会呈现怎样的变化 这个测试结果也已经出来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室内温度是26摄氏度的时候 室内和室外的这个环境的温差大概是9度嘛 那我们可以看到 稳定运行状态下 它的这个平均功率是779.8瓦 然后它的制冷量呢是3362.9瓦 当室内温度是25摄氏度 也就是室内外温差正好是10摄氏度的时候 可以看一下 稳定运行状态下 它的这个平均功率是778.9瓦 差不多 制冷量呢是3283.4瓦 功率它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 但是它的制冷效果变得会要差很多 我们24度室内温度的时候的平均功率是777.9瓦 然后制冷量呢是3201.6瓦 然后风量是10.73立方米每分钟 这个因为您这几次实验 反复提了一个温差的情况 8度9度10度 但其实它们的平均功率都差不太多 但制冷量的变化是稍明显一点 制冷量呢会随着这种温差的变大 但是效果就会差一点 越来越差 这个曲线图我们可以看到随着这个室内温度的增加 制冷量和消耗功率呢都是成线性增加的一个关系的 通过实验我们发现室内环境温度在24摄氏度到27摄氏度之间的时候 空调运行时的平均功率变化不大 但是随着室内环境温度的降低 制冷量的下降非常明显 室内环境温度为24摄氏度时的制冷量 比室内环境温度为27摄氏度时的制冷量少了241.8瓦 那也就是说室内外温度差越大 空调制冷量是在降低的 制冷效果也就相对较差 是不是样本不太够啊 比如说咱们国家标准规定是35摄氏度去做这个测试 现实生活当中 夏天的温度可是经常出现橙色预景或者蓝色预景这样的情况 那我们在极端温度下 会不会说人家26度真的表现很好呢 规定就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空调器 它需要满足的能够正常工作的这个温度上限是43度 那么我们可能最近接触到的这个温度就是经常会有这个预景 那我们就设置一个相对比较高一点的一个温度 那我们把这个室外温度设定到40度 然后室内温度呢还是24 25 26 27 这个四个温度 然后来看一下空调器 它的这个运行情况是不是跟之前我们35度的时候保持一个趋势呢 我们得看一下高温的情况啊 也许高温的时候我们室内温度设定成26度 它真的表现不错呢 现在我们决定将室外环境温度设定在40摄氏度不变 而将我们的室内环境温度分别设定为四个温度值 24 25 26 27摄氏度 分别让空调稳定运行一个小时 我们来看一看 它们各自的功率消耗会呈现什么样的变化 我们两组实验都做完了 我们看一下 对比一下能够得出什么样的结论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对比数据可以看到 在40摄氏度的时候 当我们这个室内外的温度差 从16摄氏度降低到13摄氏度 我们平均功率的变化幅度只有0.5% 但是我们制冷量的变化幅度呢 增加了7.7% 那么同样的当室外温度是35摄氏度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室内外温差从11摄氏度降低到8摄氏度 我们的平均功率的变化幅度只有0.3% 但是我们制冷量的变化呢 是增加了7.6% 那么反推过来 比如说如果我们房间的复合是一样的 也就是我们空调器保持同样的一个制冷量 那么随着这个室内外温度差的增加 消耗的功率呢 也就会越来越大 计算出来的这个耗电量也就会越来越多 通过前后两组实验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通过实际测试 没有能耗最低的标准室内温度 所谓网上的空调开到26摄氏度 最省电的说法并不正确 我们通过测试四个室外温度 已经证实的室内环境温度设定为26摄氏度 并不是消耗功率最佳的温度 而我们又通过设定一个标准的室外环境温度 通过调整室内环境温度 发现消耗功率大小和室内环境温度和室外环境温度 是一个线性变化的关系 消耗功率大小会受室外环境温度的变化而变化 而在这个变化过程中 我们发现最重要的一点是 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差越大 那么空调消耗的功率也会迅速增大 所以反过来讲 如果想要自己家的空调 在夏天能够降低用电量 最理想的标准就是减小室内和室外的温度差 从这个说法出发就不存在所谓室内标准的最合适的或者最低耗电量的温度 那主持人您平常在家里用空调的时候 这个遥控器上您还会去操作哪些键呢 还会去操作哪些键 对 除了设定温度设定模式 还会去设定哪些呢 还会去设定风量 风量会多一些 对 风量其实也是影响空调运行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参数 或者说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今天也可以来进行几组对比数据 看看不同的风量大小情况下 这个空调器的运行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好 那咱们关于风量的这个实验准备怎么去设定它 让它变成唯一的变量 那么我们今天选用的这台空调器呢 它有四个档位是可以直接通过遥控器来设定的 那么我们就选用这四个档位 来做不同风量下的这个实验验证 然后室内和室外环境的这个温度呢 我们就选室内温度是26度 然后室外温度呢 就按照空调器国家标准规定的这个额定制容量的测试条件 设定为35度 然后来看看在不同风量条件下 这个空调器一个运行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好的 空调风量大小的设定 是不是也会影响到耗电量的多少呢 空调遥控器上的风量大小分为一档二档三档四档 我们依次根据这些档位来进行实验 在室内外温度保持不变 风量档位不同的情况下 空调分别稳定运行一个小时后 得出来的数据又会是怎样的呢 好 我们关于风量的实验已经做完了 我们看一下数据 好的 刚才我们的这个测试结果呢 也做了一个汇总 可以看到在室内温度是26摄氏度 室外温度是35摄氏度 然后在风量设定在一档二档三档四档的时候呢 这个测试结果 一档二档三档三档 就是从弱到强 对 一档是最小风量 就风越弱的时候 它功率越小 风越强的时候 它的这个功率越大 对 而且它的正能量呢 也是随着这个风量越大 它的正能量也是变化越来越大 都是成正比增长 对对 换算过来 稳定运行24小时的这个耗电量 我们可以看到在一档 也就是最低风档的时候 它的这个耗电量要比四档 也就是最大风档耗电量 要小了两倍多 做出来的这个曲线图 我们也可以看到随着这个风档的增加 功率和这个正能量的变化 都是比较明显的 都是随着风量的增加 正能量和平均功率 都是在增加的 通过实验数据 我们发现 在空调运行模式 空间大小 室内外温度一定 也就是室内外温度差一定的情况下 空调的风量档位调节的越大 制冷功率就会越大 从而也就越耗电 看来如果我们在家里面 感觉到舒适的时候 风就不用开的那么大了 你风越大它越费电 对当我们安静下来 或者活动量没有那么大的时候 尽量可以去把这个风速 就是我们的风档 尽量给它降下来一点 那今天实验做完了 老师帮我们总结一下吧 一共有大概四组实验 我们要探讨在制冷模式下 空调器是不是设定在26摄氏度 是最省电的状态下呢 我们可以根据我们今天的实验结果 可以看到 空调器的耗电量 其实是受很多因素影响的 26摄氏度不是一个绝对的 最省电的一个设定温度 或者说它的运行状态 而是根据很多的因素相关的 那比如说我们在运行过程中 可以把它的这个室内外温度差 尽量的缩小 也就是说将我们的室内温度 设定的尽量高一点 保证一个较小的温差值 这个时候呢 空调器的运行是相对要省电一些的 然后还有就是在保证 我们这个舒适性的前提下呢 将我们空调器的这个风量 设定在一个比较低的一个档位上 然后这个时候呢 就是在保证我们舒适的同时呢 进一步的去降低我们的这个耗电量 嗯 严老师 那您能不能给我们这个观众 一些在使用空调方面的小建议啊 不论是从省电啊 或者是安全舒适的角度去考量 嗯 还是会有几个小的建议哈 好 就比如说像我们平常短时间出门 像下楼扔个垃圾 或者取个快递的时间 因为这个时间会比较短嘛 如果你打开了空调呢 外出的时间段呢 这个空调就不要关闭了 因为像有些空调 它在开启的瞬间 它这个功耗是比较大的 也就是说它的耗电量会比较大 嗯 然后第二个方面呢 刚才说到了短时间出门 那么我们如果长时间出门的话 那这个时候不仅要关闭空调 而且还要把我们的这个空调的插座拔下来 因为如果空调不拔插座的话 有些空调它是会有待机功率的 这个时候它也是耗电的 哦 就比如你长时间离开家去出差了 那我们家里面去装的那个空调 可能很多人家都是那种 专门给空调配的插座 就可以开关 这样也可以就不用拔下来 对的 就是保持空调 是在一个断电的一个状态 2022年入夏以来 我国高温日数多 覆盖范围广 多地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 四川 重庆 浙江 江苏 以及湖北等地的部分地区 已经出现了持续性的 40摄氏度以上高温天气 如此极端的高温天气 给我们的日常生产生活 带来了很大影响 空调是夏季避暑降温的重要家电 但空调的连续使用 也带来了较大的能耗支出 大家都希望既能有一个 凉爽舒适的环境 同时又能实现节能 今天 节目组在 在中国家用电气研究院 通过多组对比实验 揭示了影响空调能耗的关键因素 其中最重要的一条 是室内温度设定时 要避免室内外过大的温度差 同时也提醒大家 日常生活中使用空调时 注意避免频繁开停机 不用就要及时断电 通过我们今天的实验 相信您已经非常明确地知道 并不是所有情况下设定26摄氏度 都是最省电最舒适的温度 完全要根据使用者的个人情况 你自己的舒适感是最重要的 另外再去调整 比如说我们可以调高一点温度 调小一点风量 这样对身体也好 对空调也好 好 谢谢杨老师参与到我们的录制当中 今天下日希望您能够正确地使用空调 注意防暑 注意防晒 我们更多精彩 下期再见